繼續來看到日本首相選舉結束之後 各政黨開始提出調高薪資和減稅等政策 其中最具爭議的103萬元支幣免稅上限 卻間接造成了日本人力吃緊 惡化的情況已經成為日本政府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工作就是為了要賺錢 但在日本打工族卻必須精打細算 避免年收超過103萬日元 相當於每年只能賺不到21萬台幣 造成這個奇特現象的原因 就是日本獨有備受爭議的103萬元之幣 根據日本法律 家庭中除了主要收入來源以外 受扶養者的年收入如果在103萬元以下 就能夠享有38萬日元的稅務減免 不過隨著經濟復甦 基本薪資逐漸調高 賺來的錢很容易就因為超過103萬 而失去免稅優惠 許多人被迫減少工時 進而造成日本嚴重缺工 好消息是目前執政的自公聯盟 與在野黨國民民主黨 已經對提高門檻達成共識 以わゆる103萬元の壁対策につきましては 税収にいかなる影響を与えるか等々 様々な指摘がございます このことにつきましては私もよく認識を いたしております しかしながら各党の政務調査会長 あるいは税制調査会長の間で 丁寧に協議を進めたいと 在野党喊出將門檻大局提高至178万日元 不過日媒指出如果照做 由於地方政府税收 將因此減少約5兆日元 行政服務品質恐怕會下滑 それぞれの問題に対し 答えがあるはずで 一律に178万までやらなくても それぞれの課題は解消できるわけですよね 為了控制裁員 有專家提出不該以最低薪資為基準 而是以通膨為依據 接下來執政黨內的税制討論 將會開始尋找平衡點 記者陳明俊 鄧邦冠 綜合報導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